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来我是吴之宇 在这个礼拜要和大家谈论到的就是两岸开放陆克自由行 到底观光业界怎么看呢 我们欢迎我们的专家了 欢迎高雄市的观光导览协会理事长 陈锡坚陈理事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很高兴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跟陆克看到陆克的时候 我们如何表现是我们高雄市市民的热情 那也可以带动更多人到高雄来玩 对我们好久没有看到理事长 对啊好久没见 对今天呢就要请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都是站在第一线嘛对不对 是那在谈论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请理事长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块来看一看VCR 陆克来了陆克来了 6月28号两岸正式开放陆克来台 自由行新政策双落 最开心的莫过于饭店餐饮及旅游相关观光产业业者 因为这些观光是我们基本上的产业 拼观光等于是拼我们的文化事业 那也可以把我们的文化传承出去 把拼观光当成在拼文化事业 为了吸引陆克不止业者要想尽办法寄出优惠方案 事实上市府观光局也准备搞主打自由行观光护照 目标是让陆克在高雄畅游无阻 就采购的部分里面 我们像比方这一次也发行了一个 那个整个观光护照 那观光护照里面有好几个部分里面 我们比方我们来看看的部分 它包括有伴手礼的优惠 还有包括你的饭店 还有包括你的那个餐厅 还有包括你的所有的一则一则的部分里面 我们业者有将近 这边有差不多接近100家 所有业者来参与 认为提供完整资讯是打造高雄成为友善观光城市的要件 观光局除了干观光协会合作 一口气发行10万本观光护照 也另外出版多国语言的导览简介 甚至搭配捷运地图 还有首创手机下载高雄旅游网 其中更连结了医疗警局与交通等贴心服务 南进南出的时候下到小港国际机场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千名的自由行的人可以持有这一张一日畅游高雄卡 这是一个纪念卡 虽然第一梯次的陆客自由行不是选择从高雄登台 不过产观借人看考陆客造访港督自由行的后续发展 使出浑身解数用力向对岸招手 好我们看到影片当中呢 这个陆客来到高雄自由行来到台湾自由行 其实我们市府呢也做了一些准备了 那不知道理事长这边怎么看 其实这个都是友善的一个表现 那我都希望各个城市都在抢这个自由行的亮点 我们刚才有听到说可能第一梯次就从台北进来 可是第二天就到高雄来了 那为什么因为高雄现在在大陆也很多人就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城市 所以我们就我们的光级做了刚才很多配套 就是说像那个捷印卡 为什么我们讲到自由行两个字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机票加酒店叫机家酒 然后就自由自在的走 尤其是我们高雄有捷印 那有捷印的话它的捷印卡就非常方便 所以这样带动过来 在它那个i-center的柜台可以拿到 那个观光的那个护照里面的优惠 重来是它不是全部都用可以用得到 可是它可以这本护照就有相对的行销的作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我们在各大饭店现在我们有准备推出所有的住宿饭店 我们住一个晚上我们送人会半日游 然后半日游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半日游是大众因素 大众因素没有含 所以这张卡就可以用得到了 所以就从光之穹艇开始 那我的希望是 我发现到现在的观光客来讲 它的自主性很强 它发现到这个地方人行为非常好 这个地方适合骑甲拉车 所以那天我就在那个中山隧道口 我就碰到一群那个上海来的年轻的妹妹 在骑甲拉车 骑得很过瘾 他说难得 因为你看上海那个人那么多 他根本不适合骑甲拉车 爱河的环境骑起来 他说很棒 沿路这样可以骑到西子湾 所以我的希望是说 像我们光景这类似的这种 是做常态的 其实希望自由行现在只是一小部分的开放 未来就是为大部分开放 就是因为沿通 然后环境非常优美 加上我们的人民非常友善 那我也觉得他对整个自由行的诱因 就会很大 所以您对于这一块其实是抱持乐观 就是未来就是陆客来到高雄发展 就是观光的这一块是很乐观的 没错 最起码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自由行 我们每个国人也知道到国外自由行 其实机票跟酒店 他们都已经谈好 我们不用担心 可是人一进来 他第一个就一定要搭车就花 不管他坐公车或坐计程车 所以这个都是要花到钱 然后小吃 然后可能他对我们的所有的伴手里 他有兴趣 可是我们如何突破这个瓶颈 就是说他还没到台湾来以前 就有这种冲动 我一定要去高雄 虽然是从台中台北的大会集回来 因为我们高雄也有 那自由选择 可是当有这种欲望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要用我们最有利的方式 就是说你要去台东 从高雄去最方便 为什么 因为高铁下来一个半小时 从这边大火到台中 两个小时左右 你只想靠的话 那就是非常方便 你可以住高雄 然后一日台东来 甚至墾丁都是我们前面的花言 就是说你要到墾丁的从高雄进来 其实自由选就是这样子 我们要把我们有利的因素 就是交通的一个转运站 然后扩充四通八达 然后加上我们的环境就是 我们的住宿是前台湾最便宜 最便宜啊 对你看三千多块就可以住到那种 那个五星级的饭店 你在台北可能就比较困难 尤其墾丁暑假的时候 你看一个晚上的六千块 好贵喔 对不对 你高雄会住两个晚上 而且在市区里面 它可以享受浪漫的喝咖啡 然后想逛夜市的话 也OK啊 是是 当然就是这个陆客开放 来到台湾自由行 因为这个焦点 它可以说是非常最近备受 瞩目的一个事件嘛 所以也让大家 关心到这个陆客的市场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 就是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开放陆客自由行的前后 有没有差别 对于高雄这一块 其实开放自由行 陆客的这个前跟后有没有差别 我认为是差别不大 为什么自由行的人 他永远是自主性很强的 那有些是因为我有团体 我自己要安排到某一个点 浦荣片我就参加这个团体 那目前来讲 差异不大的原因是因为名额有限 那你看一天只有500个 我的观光就4千多个啊 对不对 加上我们的国际邮轮 所以国际邮轮 现在国际邮轮来高雄自由行 这种也叫做自由行 为什么 他从上海的船 然后跑到香港 然后在香港到我们高雄港 比如说我们的 22号还有一个梯池要来 12号已经来过了 那22号有一个梯池来 他一靠近高雄港的时候 他有些在船上已经到 要到活光山去了 那有些就是要在做 四七的吸气图 哇那计程车也好 或者是我们的文字公车也好 那是就有经过我们香蕉码头那个地方 叫香蕉棚这个地方 那很多路客就是走的时候 请问一下 我要去搭捷运啊西子湾 他们今天都陆陆细细 这样子进来的团体会一次会慢慢 因为我们的邮轮不算在这个限额里面 是是是 一次邮轮进来几个 一千个耶 哇 国际邮轮来 他不只只有大陆 可是大陆越来越占大部分 他也有来自菲律宾 也有来自那个香港 也有来自澳洲 为什么 因为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到上海去玩 那他们上海就推这种2号 推邮轮 国际邮轮这种2号来到高雄港 这种很新鲜的玩法 就是让我们高雄 一开始因为国际邮轮到 然后他们就是 你会看到有的人就用走路了 从码头就告诉他们 你可以做检验 可是用走可以走到白鹅公司 他也想买一些东西啊 甚至有人跟我讲 他要去买荔枝啊 然后你就说你可以搭捷运 搭捷运 因为我们在码头有送给他香蕉吃 他也知道说 这段时间南部有产了荔枝很好吃 所以相对来讲 他前后的话 越往后面的话 自由行越多的话 他会我们的正常的商店 我们讲的正常商店 就接触到正常的这个旅客 会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也常知道 为什么团体游览车 不会停在一般的店 他都是很无奈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就是要配合他们商家 他的退用制度的问题 所以他团会很低 所以团体还是不会影响到 为什么跟自由行 因为现在能够来台湾的人 要排队要排好几年 所以现在我就是说 自由行的东西 只要把那个游戏规则定好 定出来 不要让我们旅游业者来说 要保证然后10万 那就我们会比较冒着风险不愿意 所以我们都希望说 前后的差异是不到 只是说我们自己要把我们的 自由行的客人 然后回去帮我们再做宣传 最近不是在他们大陆的部落格 一个造型的小女生来到南部玩 哇塞 他把他要来以前那种害怕 那对南部的那种抽象的影像 里面就说南部人就比较暴力的那种 其实没有 他回来才说南部完全不一样 给他的感觉是非常温馨的 所以回去的部落格造成200多万的人看 那我们的市长甚至还想说 邀请他再来 可是我听说他会进族一年 对啊 我这样觉得很好 为什么 因为这样会造成话题 更多人想要去看他的部落格 这个部落格 是不是 我们来吃 吃 吃 咦 吃 吃